2022最強早餐店阿姨決定戰 吃早餐可以說是台灣人一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據統計 台灣早餐店的總數竟然高達11465家 密度相當於四大連鎖超商 遍布全台各個角落 推估一年的商機約有2000億元 而早餐店阿姨更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記憶力 速度 親切感 缺一不可 所以這個比賽就誕生啦 2022最強早餐店阿姨決定戰 好 我來看看就這團 我是楊森達 人類的第四隻叫早餐骨勒 早餐 達哥平常吃早餐嗎 我平常都吃早午餐brunch 不管你必須要吃早餐 早餐可以說是一天的開始是最重要的 那是的確 那其中早餐店阿姨可以說是靈魂人物 那你如果去點早餐你最在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一定要快 你給我一個自信眼神然後知道老樣子 就算餐點是錯的也無所謂 可是錯了你今天就不能吃到這個東西啊 因為你夠快 快就好了 快就好 因為大家去都是趕時間 不管你今天挺的蘿蔔糕 他給你個火腿蛋 這樣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很隨便一個人 那你覺得記憶力在早餐店阿姨算是一個必要條件嗎 記憶力勢必的 每一個餐點他都可以準確的送他手上 對對對 有一些拐瓜獵早點他也一樣記得 他都記得 你去他也記得 就奇怪了 對對對 你是在早餐店會被稱作為帥哥的嗎 那是的確 甚至有一次他說 欸先生 欸不對 極品帥哥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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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可以说是台湾人一天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统计台湾早餐店的总数 竟然高达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五家 密度相当于四大连锁超商 遍布全台各个角落 推估一年的商机约有两千亿元 而早餐店阿姨更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记忆力 速度 倾泻感 缺一不可 所以这个比赛就诞生啦 2022最强早餐店阿姨决定战 首先 节目组上网募集到了 双北地区的21家早餐店进行出赛 由三位工作人员依序点餐 餐点做完及按铃表示完成 不但速度要快 餐点也要准确无误 所以火腿跟培根搞错 淘汰 萝卜糕没有蛋 淘汰 速度不够 淘汰 而首先在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的是 新装 家家早餐 秒数为2分12秒 足度已快了平均值将近一倍的速度 取得了冠军战的资格 我觉得我非常厉害的是 我姐姐只教我一天 她就把店交给我了 而且一做就是12年 这家店其实就跟我的女儿一样 我们每天都朝夕相处 感情非常深厚 我非常爱她 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我也没有什么策略 我就是要1万块 小朋友都很喜欢我 因为小朋友都叫我 Lady Go 然后要不然就叫我 新装林志玲 所以我一定会拿冠军 不要跟我争 走 而在双北的21家早餐店中 取得出赛冠军的是 中和 新乐早餐 一惊人的2分09秒 发得头筹 是所有早餐店中速度最快的 King of Speed 这对情侣党能延续出赛的气势 获得冠军吗 这间店之前是加盟店嘛 一直疏于管理 一直以来都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久了久之就是觉得 干这老板那么废 要不要干脆我们两个自己来好了 就顶下来了 你觉得比赛制胜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默契 我们两个默契比起其他店 我想我们游泳觉得自信 好的那待会我数到三的时候呢 你们两个人就同时说出 男生最喜欢点的早餐是什么 一 二 三 黑干蛋饼 我觉得以我们两个人的默契 拿下第一名应该是蛮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这比赛真的不适合你们 早点回去休息 决战开始 而我们决战的地点 是位于台北复兴SOGO的红花铁板烧 冠军除了能获得一万元奖金 更可以获得人类的第四只脚认证 2022年最强早餐店阿姨冠军奖杯 谁能在这场死斗中 拿下最后的胜利呢 第一届最强早餐店阿姨决定战冠军赛 欢迎我们的右侧代表 来自新庄的家家早餐店 接着欢迎我们左侧代表 来自中和的新热早餐 那我们首先有请我们家家的早餐店 呼口号 家家早餐早餐吃家家 什么都好吃 当做自己家 最漂亮的都在这阿 哇哈哈 他凭什么有个帽子在那边表演阿 那想被我们综合的新热也是不甘示弱吧 新热新热全力以赴 我们的默契 幽乎三重 我们的实力 幻众主目 我们的第一 荣宗之物 新热新热雄壮虎 哇 可难得在这28岁的年纪 还可以听到这大学迎新的东西 我听中 产生了无比的愧疚感 逼他们想出这个口号 昨天熬夜背了很久 是 有请双方店长往前一步 执行全世界没有人执行过的 痛惨仪式 而在我们今天比赛之前 特别欢迎了专业的比赛 女生们先生们 曾博恩 曾博恩 博恩夜夜秀主持人 一曲早餐店阿姨 获得286万点月 是这级评审的不二人选 来来来来来 帅一波 帅一波 请问博恩今天是来干嘛呢 我超像跑错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比赛一个 早餐店阿姨的这个比赛 你有什么看法呢 十分兴奋 我看根本没有阿姨吧 妹妹 姐姐 嘴巴那么甜 看到博恩本人也觉得很帅 帅 真的赚吗 他很疯传 偶像 偶像 真的哦 那我呢我 那其实今天特别欢迎博恩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来称他的热度 这么恶心 哇 一个封面 因为我们的节目刚开播 是 可能没什么人看 还是要找博恩来称 不见得会哦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比赛 正式开始 早餐店的奶茶杯上 总是有一堆很可怕的笑话 而身为最强早餐店阿姨 一定是最好笑的 所以第一关是 风魔笑话冠军 两支队伍各派一位代表 讲出笑话一则 由三位评审评分 获胜者可得到十分 而先讲笑话的是我们的 心热早餐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让我们大笑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哈哈哈 我小学的时候运动会啊 会喊口号 然后一年级的时候带队喊 我就说 小一小一勇夺第一这样 二年级的时候也是我喊 小二小二 独一无二 一到三年级 还是我 我就喊说 小三小三爸爸喜欢 小三 好黑暗哦 还真的 相信家家早餐店 已经看到他们的表现了 请开始你们的笑话 你们不知道台湾像人家最欠罪 不知道耶 不知道我跟你说 就是江湖啦 因为他常常都说 哈啊 我没水 我没水 没水 请你们 当情我啊 所以江湖像人家最欠罪 对不对 那一家喝酒啊 那一家喝酒啊 我这个掌声是给刚才的歌艺的 他在表演 真的两边都是 歌艺其实相当不错 那圣诞会不会有一些笑话 哦当然有啊 你刚刚已经准备好了吧 没有没有准备了 信手连来就有 优秀表演的人口袋都是有口袋笑话的 最好笑的笑话 不要这样介绍 好来了 有一天小美的数学老师 询问小美说 小美啊 2加2等于4 那4加4等于多少 然后这时候 小美就说 老师 我是李士蓬 李士蓬是谁啊 老师就做人了啦 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你好好用的 正常人都知道名字 不就这个笑话就过关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要叫李士蓬 这么真实的存在 这个 那个就是代入感 对 喜欢吗 喜欢 我自己写 哇这个烂都不行了 还换你展现 来喔各位很短喔 这个笑话很短 各位各位 屌炸天的笑话要来喔 屌炸天的笑话要来喔 老鹰的英文是什么 Eagle Eagle 这两只老鹰人 2个 我觉得 2个 我觉得还不错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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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避开他的眼神 我有个可以接你的 你有看大嘻哈时代吗 有我有看大嘻哈时代 评审有几个 评审有3个 4个 那在我们笑话这个环节 获胜的是 3 2 1 YES 努力的佳佳 全票MVP啊 讲一下大家的感觉好了 自信心的展现 他询问你之后 你没有回答你想躲的时候 他会眼睛揪着你看 他揪着你看 他不怕答案烂烂的哦 他揪着你看他跟你互动 这就是笑话的真谛 哇塞 他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对 两队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比赛 开始 第一道 蘑菇铁板面加猪排 洋葱多一点 再加一颗半熟蛋 第二道 鮪鱼蛋饼加起司 胡椒多 第三道 菲力鸡腿蛋饱 但要全熟不要洋葱 不好意思我这边要改一个我的 蘑菇要改成黑胡椒 刚才看到你吃蘑菇 你直接炸到那边都是 你是完全充康我们家家早餐店 这是真正的状况 很多人会蘑菇改黑胡椒 我本人就是这样子 好讨厌的人 哇哇哇哇哇哇 我其实看起来速度都很快耶 三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有点简单 感觉蛮好记的 桌上的手机响起来了 以前两队都没有想要动作的意思 哎哟哎哟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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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要两根小乐萌 野心十分的 假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展现了十足想赢的野心 请大家记得点三寸序喔 好直接已经过了两分三十秒左右了 三道菜都上好之后过来抢零喔 有了有了 停止动作 停止动作 由我们佳佳早餐店抢先按铃 他的成绩是 4分03秒27 掌声鼓励 那我们就要看佳佳早餐店的准确率 没错 有请佳佳早餐店帮我们上菜啦 第一道嗨咖 点的是蘑菇铁板面加猪排 洋葱多一点再加一颗半熟蛋 我后来改成了蘑菇改黑胡椒 有洋葱有洋葱 其实有的各位 哇 他只有洋葱的 然后半熟蛋来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半熟呢 Bingo 所以我这一道正确 哎呦 第二道是我们的银鱼蛋饼加起司 胡椒多 有吗有吗 有你最在意的胡椒多吗 有 好像似乎胡椒比银鱼多 是不是有点节省成本啊 但是这的确是银鱼蛋饼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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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 达哥怎么了 他的确是有撒胡椒 但是以我重口味的胡椒多要求 对一半 对一半 哎呦对一半 喔喔喔喔喔喔 菲力鸡腿蛋饱 但要全熟不要洋葱 确实没有洋葱 这什么 这是不是洋葱啊 诶 诶 好像是面 诶这是面 并没有说不能有铁板面 对对对 嗯 嗯 有熟 也是鸡腿 所以博恩的 正确 他们这样是2.5分的积分 2.5分的积分 是是是 我们来看一下薰热早餐店 他们完成的到处是几道 现在看起来是 完成了一道而已 只有一道 只有鞋链吗 然后 有重大的问题是他筷子是白板的 哈哈哈哈 那是你拿板吧 都拿了 你这个吃法我们会期待你要讲出一篇文章 哈哈哈哈 你给我一个说他就是一个熟的猪排 哈哈哈哈 我跟博恩是会飞踢你哦 你这样我老实讲 我刚才边吃边在想我要讲个什么很好笑的 嗯 但我失败了 哈哈哈哈 你在酝酿 我没有讲得出来 好 他就是愉快熟了猪排长大武林 哦 烂透了 熟了猪排 我知道 是的 所以胜负悬出 算是蛮显著的 我们这一道关卡 获胜的是我们 佳佳早餐店 耶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苏 我是疯狗边 周一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战况统计 目前佳佳早餐店 已经在风魔笑话冠军 跟快狠准的环节中 连下两成 新乐还有机会逆势反超吗 除了以上那几个环节以外呢 我觉得有个重点 就是早餐店阿姨的亲切感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啊 感觉亲切感都还不错 机器在录 没错 对啊 他们在演 所以我们今天啊 特别看了一下他们私底下的状况 第三关 服务态度 节目组故意挑选早餐店最忙的时段 致电给两家店 他们私下态度还是这么好吗 我们来看VCR 分数高的队伍 可得到二十五分 搞这种 搞这种 都拍形式的 都拍形式的 两位最近有接到电话吗 没有 都有可能喔 是都有可能接到我们的电话 真的 在你们最忙的时候 好了 两桌准备好了吗 可以看一下你们 试一下真年的面目了 上来看一下新装的佳佳早餐 老板您好 请问是佳佳早餐店吗 对 没错 老板您好 想跟你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推荐的餐点 你不是喜欢吃鸡肉还是酥肉类的 特定喜欢吃的肉片 我比较偏好是牛肉 那我们有那个每次后切牛肉 可以做成汉包或者吃 都可以 但是后切的可能 因为太厚了 我可能不行 还有别的推荐的餐点吗 那就是抹酱类的 小花生 草莓 奶油 奶酥末巧克力 哦 都是甜的对不对 有没有没有甜的 抹酱类的基本上都有甜的花园 因为我这边是要跟朋友去 就是南部要飞上玩 也想问你们那边有推荐的景点吗 我们这边的景点 你给它谷购一下 了解 好 那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 好 精彩的表现 这一组 刚刚是到了那个环节是 问他说有什么推荐要去哪里玩 对 对 差不多这时候就打断掉 对对对 合情合理 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 其实他每个东西都有回答到 对 蛮认真的 那接下来就看综合的新热肉 请问是新热早餐吗 是 想问一下老板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那猪排呢 猪排可以吗 猪肉 因为我会有点怕那个猪肉的味道 还是还有没有别的 那 腿根呢 还是 蔬菜 你要吃蔬菜吗 蔬菜吗 蔬菜有什么的 蔬菜蛋吐司 或者是你要玉米蛋吐司 也可以吃 因为我最近在 就是健身不太能吃淀粉类 淀粉类 不能吗 对 想问一下那个 附近有推荐的景点吗 你好你好 老板你好 你好你好 他在接待 他在接待 你说 你刚刚刚讲 说景点吧 对对对 附近的景点 我觉得附近就 原商公园跟那个 航路可以吗 偷土地 好 那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 喂 老板你那里是哪边 我说我们这边 因为天下雨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附近的那个 海货公司 但是还 应该会自己的去做走 哦 你那边是新的早餐是吗 他为什么这么想回答这一集啊 他把电话抢过去 去哪里玩 我知道 对对对对 你说你还有推荐的景点是不是 对 因为今天下雨 我觉得刚刚我说的那个 公里地 跟公园都不太是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 促进就是 百货公司 好 環球公司 跟大圆板 跟小圆板 好好好 那我知道 我再安排一下行程 感谢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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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态度可以 但他讲出来的景点其实也很烂 你们把他的 太圆板 我们不太出门的 那我先讲 我们的新二只在讲很多 可是你有听出一个bug吗 三层bug 他不是说他不喜欢牛肉有个味道 他人家后面一直狂吹 我没有那个培根 他其实没有听清楚 一开始在问说 推荐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会希望店家 给什么样的答案 因为我就是大概只想要听一到两个 这个态度上面给了很多选项 可是我就会觉得 那就是整个菜单了嘛 听完还是混乱就对了 你喜欢效率型 对 没错 两边的防御力基本上都是100分 防御力之外 他还推广了在地观光 Google五星导游 是是是 而且他还回播 表示他还有顾客资讯的这个后续跟踪 这奇怪 谁会回播 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完全以为他知道我们是製作单位 是 觉得哪一家店的服务态度就最好的呢 三 二 一 哎 哎 我举错了 你故意知道是这个价位 对不对 获胜者是新的早餐 恭喜 大家早餐店算是输得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好好吃没有比耶 哦 你是真的这么想 还是刚好记得完 不是 我饿 我饿 我48小时没吃东西 就是为了来这边吃 合理合理合理 我们没有想到要比好吃 我从来没想过 你救了我们节目耶 所以这一关是 第四关招牌料理挑战 两支队伍制作各自的招牌料理 在场人员试吃后 选出一组 得票数高的 可得到30分 哇 最重要的好不好吃 必杀 有一些店他们会做自己的员工餐的概念吗 这员工餐不是随便煮一煮食材就拿来做员工餐吗 没有 有一些他们自己吃得非常讲究 才没有 我们两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拿出各自最强的武器 接着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关卡了 重点是待会获胜的队伍可以拿到30分 所以待会那个赢了 谁就是最强的早餐店阿姨了 意思就是赢了就赢了 诶对 诶对 诶对就赢了 你悟性好高啊 那双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请开始料理 诶 姐姐今天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料理啊 是我们家家早餐的招牌料理 也就是刚刚 申达 申达讲的 忘记了 申达帅哥讲的 员工餐 哎呦 真的 诶 所以这套招牌菜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墨西哥炒面 还没看到面是那个面有特别的炒面吗 不是一般的那个面喔 这个叫豆芽面 它都被写豆菜面 就是豆芽啦 哦就是豆芽面 哈哈哈 OK好 那我去你们店里面可以看到他带来的帽子的表演 可以 他真的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啊 3 2 1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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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后空翻了 很猛喔 很厉害 据说申达椅是会后空翻的喔 是喔 来喔来喔 你们在我后面 哈哈 来来来来 我要后空翻 博恩在哪 好我要后空翻 我真的把你们后翻 哈哈 不行啦 不行啦 对对对 现在早餐 今天打算做什么料理咧 菠萝 后牛 这个菠萝有一种 花生酱的 一个香气感 对对对对 南瓜 南瓜 菠萝是南瓜 那平常有关注博恩吗 有有有有 那你会唱博恩的早餐店阿姨吗 早餐 你这有点 有点忘记啊 不知道是有吗 没事啦 没事啦 可以啦 墨西哥那边 你要成型了 你再不回去 没问题 我以前是高生老师 你是老师 你不是手上店阿姨吗 哪一车的 郭文 喔 郭文 那就背一首老师觉得 最喜欢的一首诗吧 只无手中写 有只身上云 灵心 蜜蜜蜜蜂 一空 痴痴鬼 好诗 好诗 你老板有没有喜欢的诗 诗 诗 我我我我蛮喜欢我 我女朋友就是 你喜欢女朋友诗 他写诗给你 没有我我我我喜欢我女朋友就是 就是 有些地方是 反正是哪一种是 韩潮的那种 你那 你刚刚在讲部位吗 你在讲部位 而且他认真到一个 哇塞 表白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 他说 是你们离开 对对对 你就是跟我女朋友结婚 哇 哇 刚才就是 全部都都结 哇塞 如果你会来结婚 对上不是你女朋友的话 我会把刚才那一段 放在你们 寻寒播放 接下来就是我们试试环节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趁热 被撞票了 我面上来看 他的食材非常丰富 我看到了 起司 牛排跟蛋 还有生菜 洋葱 对要一口 懂事 懂事 他的这个菠萝的这个派皮 比一般的汉堡皮好玩太多 哦 光是口感在这边就可以先玩一会 我说一般的就是汉堡皮嘛 嗯 汉堡皮上面有芝麻 那芝麻其实咬下去它会炸开油 但他现在改用的这个菠萝饼 它其实是甜的口感 它其实会冲淡很多下面的油泥 整个融汇灌通 所以我自己觉得早餐的一个重点就是 没有好吃到棒 但他要你每一天都想吃到这个东西 嗯 油耗味不能那么重 接着到了我们家家早餐的烧排料理 看一下 哇 小心哦 看起来是相当的 分量多 哇 他这算是意面还是油面 就是讲倒菜面 在干嘛 而且这个分量吃起来应该会比干干的汉堡棒 你在装可爱是不是 他这个肉啊 基本上搭配每一口面 都是每一口吃得到肉排在里面 男生吃了一定开心 我觉得辣味也是有帮助这个 一口接着一口 就看到这个样子来讲 我觉得会略去对面来讲 看起来就是一个蛮正常的面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味道 九层塔啊 洋葱啊 跟粥的这个搭配 欸 是 很棒的 对对对对 是很棒的 我就会想额外多一个盘解 嗯 我想让对面吃一下这个面 这个就是中西大对决 真的很好吃欸 他这个面就是你饿的时候 可以狂暴客服 饿掉一碗那一碗 对 我觉得 就是 摆盘部分 摆盘 丑 对就是丑暴 没有啦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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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色一些些 我是觉得 我们的真的 赢蛮多的 那我们也请这个佳佳吃一下对面 这种东西就是吃了 你没办法吃完 因为会腻 它是甜的 会腻 这其实就是现在 时下年轻人都喜欢那个口感 对 但是其实我儿子说蛮好吃 儿子说蛮好吃 就是年轻人嘛 腻下而知的想法 对啊 层数太高了 想要一口全部享受 有点麻烦 我刚其实也这样讲 因为我今年十月 就是我摔到下巴 我是没有办法 展开来吃这个 这关我们什么事 你摔到下巴 评论什么没事 我以为路一集下来 我们会是朋友 对 那在最后至关重要的招牌赛环节呢 为了这个公平 我们特别请来的工作人员 继续比分 待会儿呢 那个好吃的就请你们 举出你们手上的版本 OK吗 OK 待会有321就请举牌哦 招牌料理 获胜的是 3 2 1 1 1 哇 新乐 4比3 4比3 哇 哇 新乐早餐 早餐努力 哇 哇 是是是 一票之战 一票之战 是大家辛苦了 经过一整天的蔬食洞 我们第一届最长早餐店阿姨 决定战 我没听说我刚才是讲最长的 哈哈哈 冠军队伍是由我们 新乐早餐店 恭喜 来我们办法冠军奖杯 是 这个奖杯 耶 耶 不摸你讲 开心不太出来的奖杯 哈哈哈 有什么想讲的呢 对啊 就是 是 怎么会突然就哭了呢 怎么会想哭呢 我有一个师傅是 呃 等一下我怎么讲吗 我怎么讲 怎么讲 就是我有一个师傅啊 他过时 我想要他如果在的话 他会 以我为傲这样 哇 哇 我们结婚家有到这个高度 我更开心 对啊 我相信他一定很开心的 可以获得这个最长早餐店 是第一届冠军 辛苦了 辛苦了 很棒很棒 紧接着就是我们 些微些微的差距 隐恨的这个佳佳早餐店 今天表现非常精彩 给热烈掌声鼓励 耶 台中烟有请 来来来 哇 那我们颁发第二名的奖金 他拿出手 三百元 三千元 3千元 也是很辛苦你们今天来参与 今天拿到第二名的星期十年 我其实来比赛只是抱着好玩的心 就是想要来看看明星 我就是要一万块 所以要祝福对他 其實年輕人創業蠻辛苦 這是一個很好的鼓勵 好 也謝謝今天所有的參與者 謝謝 感動滿滿的一場比賽 他想起了他當在天上的師傅 他是一個這種傳承下來的一個手藝跟口味 尤其是那個菠蘿 還記憶猶新 那你還記得皮老闆的那個嗎 我記得 詩的部分 對 比賽過程中又有詩詞又有歌附 那你會唱水調柯頭嗎 會啊 不知天上公圈 今夕是何年 一起 千里共產卷 而且重點是他感人溫馨之後呢 充滿人情味的moment 最後我們再給他獎金 讓他充滿銅臭味 對 他們甚至是為了這筆錢而來 是 他們就是為了錢而來啊 那達哥是為了錢來組織這個節目 當然啊 賭上我所有的頭髮 還有五十萬的製作費 開燈 完全看不到 欸 這個很強 人體 我要重拍這幾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